现在天气开始暖和起来了 薄薛万年草也开始旺盛的生长了 春天和夏天是薄薛万年草生长速度最快的时候 它颜色更绿更偏蓝一点 薄薛万年草也是非常容易养的 也是懒因绿植 如果你能把它养死那真的是靠本事 只要别缺它的水 甚至你有一点缺水都没有问题 它的它都能够旺盛的生长 如果你给它一个足够大的盆的话 它很快就能充满一盆 不管是盆栽还是地栽 它都会长得很好 基本不需要怎么管理 你如果地栽的话 它的这条溅土就活就能扎根 会越长越多 如果是做花茎的 可以用薄薛万年草来进行搭配一下 栽种比较简单 而且耐寒耐热 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 它仍然可以正常的生长 冬天的时候它的颜色会偏红偏黄 也是非常好看的 现在这个就是发货的苗情啊 都是满瓶状态 如果有的话有容量大的 可以走批发 批发价格更优惠 如果有话有喜欢的 大家可以考虑入手 这些是软件的 也好 就会发货的苗情 不过 都会发货的苗情 然后呢 就会发货的苗情 我试试了 怎么会发货的苗情